世界上最好的药一定要多吃 最好的妨碍药是走路 最好的长寿的方法是大笑 最好的大骨药是泡脚 最好的万能药是喝水 最好的护卫药是柔腐 最好的养肺药是深呼吸 最好的补钙药是晒太阳 大家明白了吗 赶紧转发给你的家人和身边的朋友们 吃药之后啊 这些东西千万不能吃 建议收藏 一 投包喝酒说走就走 二 吃蟹药不能喝牛奶 三 吃味药不能吃醋 四 吃酱牙药不能吃柚子 五 吃中药不能吃柿子 六 吃布洛菲不能喝咖啡 七 吃黄莲不能喝茶 一定要记住赶紧转发给你 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水泡不是人人都可以吃的 吃食果要有禁忌 也不当回事 这也非常重要 下面给大家讲述一下 肝不好不能吃榴莲 肺不好不能吃芒果 肾不好不能吃羊架 心脏不好不能吃柿子 肠道不好不能吃李子 肺炎病患者不能吃甘蔗 高血压患者不能吃西瓜 冲锋不能吃羊枚 经常吃这些等于天天在换血 第一是洋葱 血管的稀释剂 第二胡萝卜 血管的软化剂 第三大蒜 血管的清理工 第四燕麦 血管的瘦身剂 第五茄子 血管的骨地 第六粗粮 血管的营养剂 总觉得没事的脚毛病 其实大病的预兆 心脏有问题时 左边的手臂会酸麻痛 肝脏有问题时 小腿容易晚上抽筋 肾病出现问题 说话声音杀痒 脾胃出现问题 就容易出现偏头痛 预防永远大于治疗 身体的各种感知能力 远远超过了各种仪器的监测